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及SHARE 還有開啟小鈴鐺 讓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先來講講樓市新聞 由新鴻基發展的屯門NovoLand 2A期今日首度發售154伙 這批單位亦破天荒加入樓價保障條款 昨天說收到1300多票 超額認購7.7倍 今早賣樓設在南昌Vlog 現場人頭湧湧 代理透露有過百台買家到場 截至早上11點有市場消息 說A組賣了23伙 而期間新鴻基主席郭炳聯 亦有淘京附近 但說這麼快 中午12點35分已經散場 當時說賣出78伙 打算好好聽聽賣超過一半 誰知下午4點又說有兩個買家脫底 實際上只成交了76間 即是49% 新地副總經理雷婷自我安慰 項目銷售反應理想 相信屬於近兩句銷情最好的新盤 新地回覆媒體查詢時 主席父子不是特地去售樓處望 他是去附近看另一個項目 順道經過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Lofoland對上兩次買得很好 第一次應該是去年7月 另一次是今年年頭 相比之下購買力明顯轉弱 發展商的貨美越積越多 接下來減價的壓力越來越大 有位同區買家鄧小姐接受訪問 她說給了360萬 買入了開放式單位 說自己留意了這個項目很久 即使定價較貴 但仍然決定入市 她這次是第一次入票這個項目 亦有選擇發展商提供的樓價保障優惠 但相關優惠並非影響入市因素 雖然她自己認為樓價將來會繼續下跌 但自己都需要住 所以決定在這個時間入市 鄧小姐屬於一個正面買家 但貨貨心這麼小 將來是極有限 而新地另一個大型項目 就是天水圍的天榮站 講了最快會在下星期上載樓書 及開放示範單位 首批單位會推280伙 打算在今個月內賣 另外由於啟德海灣賣得差 就引發另一個發展商 就是劈價賣樓 由中海發展倚介燕樓 啟德跑道區維港1號 在昨天傍晚更新了第6號及第7號價單 其中48個以A2B座的BCG單位 按市況調整折扣 新增優惠包括8%按揭利息補貼折扣 以及提供3.5-8.5的精選單位折扣優惠 即發展商額外提供11.5-16.5的優惠 以一個2B座一樓師為例 它本身的標價是1387萬 在更新價單前發展商提供最高17.5%折扣 即節實價達到1144萬 但這個單位在更新價單之後 可以得到額外16.5%折扣 即是總共有34%折扣 換言之單位節實之後915萬 價單更新前後售價相差229萬 等於19.9% 這個盤已經賣得很難 現在還有大約430伙未賣 在去年有A長朋友跟我說 它已經出兩位數字的佣金 意味著最初期的2-300個買家 那麻都要輸兩成 另外日前匯德鋒為8個現樓新盤 推出10800付款計劃 變相減價果然臭效 在昨天賣出了7個啟德單位 都是屬於Monaco系列 發展商表示大部分買家都是內地專才 不過做這麼大壇事變相減價9% 現在才賣出7個單位 我相信發展商都會覺得很失望 另外澳門政府在昨天下午公佈了修改印花稅條例草案 建議不再向買第二個住宅物業人士徵收5%樓價印花稅 但仍然會保留收第3個或以上10%印花稅 同時放寬銀行按揭又原本的6成改為7成 而經過按揭乘數上限9成 不再設不同按揭乘數金額檔次上限 法案建議由明年1月1日開始生效 另外通關後首個大閘蟹季節 有大批港人北上 順便帶大閘蟹回香港 本地持牌蟹商說生意大受打擊 生意大跌2成以上 更形容銷情未試過那麼慘烈 他們說內銷和外銷的大閘蟹有兩種規格 外銷水質和治療需要定期接受化鹽 安全性較高 所以外銷蟹的價格遠高於內銷蟹 蟹商提醒市民在深圳買大閘蟹需要提防掛羊頭賣狗肉 一旦吃了衛生不達標的大閘蟹可能會引致輻射或嘔吐 以前教富裕的內地旅客 相信香港衛生部門嚴謹檢疫 認為公港的大閘蟹相當安全 寧願由香港買回內地食 但現在風水輪流轉 今年內地經濟復甦緩慢 內地旅客的消費力比疫情前相差很遠 現在採取的策略唯有入少貨 央視財經也有報導 今年大閘蟹要大造 以至價格較去年下跌40% 每隻蟹低見10元人民幣一隻 最貴都是25元一隻 對於大閘蟹售價大跌的原因 中國食品分析師朱丹馮指出 大閘蟹在幾年前供不應求 吸引了很多蟹籠大量投入生產 但品種較好的大閘蟹 繁殖期一般都要超過兩年 所以今年形成供過於求的狀況 另外價格下跌與消費者購買力疲弱有關 大閘蟹以往是中秋節送禮首選 但今年的情況有所改變 消費者送禮沒有以前那麼闊 所以引致需求下跌 以及現在流行網上大貨出現劣質 跟兩不足的大閘蟹也影響消費者購買的意欲 另外根據路透社日前引述兩名知情人士報導 英國名校威德國際學校正恰談出售以中國為主的亞洲業務 威德國際學校目前在中國有9間分校 包括以中國學生為主的商語學校 這些學校已經經營了18年 現時因為官方監管政策收緊受到重創 現在正在就出售該校亞洲業務進行談判 主要以中國學校為主 其次新加坡、韓國都有分校 報導指出在新冠疫情前 中國的民營教育機構曾經如雨後春筍 很多外國商語教育機構都提供火校歐美中小學課程 令不少家長趨之若無 但2021年新發實施後 原本高達5700億美元的中國民營教育產業遭受重創 開始於北京研究中國教育產業的市場顧問公司 民創教育董事總經理廢雪指出 那三年疫情及經濟增長放緩造成情況惡化 悲觀者認為中國教育市場必將衰落 另外北京的上個月宣布將會在2024年1月起實施愛國教育化 令施立中小學的教學受到很多限制 上海寄宿中小學內哈頓學校副校長表示 由於當局監管更嚴厲 部分學校已難以取得執照 而歷史悠久的英國頂級師校哈羅中學及西文工學 亦在2021年宣布退出中國市場 另外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 前日新加坡舉行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 接受彭博總編輯訪問時 竟然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翻中國領導人制度 在位超過兩架任期 這些會帶來中國國內以及中美關係各樣問題 希拉里表示此舉在中國自身體制內帶來很多挑戰 從中共幾名高層被罷免和中國經濟的一些問題 以及中國對外關係方面出現某種寒蟬效應 局部規見現場任期的後果 胡錦濤擔任中共領導人那時決定不終身掌權 中共和中美關係都可能會不斷更新 但現在要怎樣應付一個將不會被追究責任的人呢? 今天就說到這裏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緊要開啟的鐘仔方便的話 鼎鼎廣告